就在昨天,韩红慈善基金会捐赠的60辆救护车以顺利抵达武汉 60这个数字明明白白的写在了韩红的捐赠总结上 这开诚不公落到实处的公益行为,很难不让网友为他点赞 可即便如此,还是有人在网上公开质疑和举报他 不过韩红依然不为所动,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慈善事业 坚持做着实事,无论他触动了谁的利益,公道自在人心 他几十年如一日,不买房,不置业,甚至捐空了自己的家产 他救助的280个孩子和上万个家庭是真真实实的 也希望我们身边能有更多的韩红站出来 用自己的力所能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一个公益人都值得我们去尊敬,去学习 再一次为韩红点赞